科幻类小说《虚幻之旅》 虚幻之旅,在未来的世界里 科学家们发现了一个神秘的星球 它与地球十分相似 甚至还有着相同的历史和文明 一个名叫艾伦的年轻科学家 被派遣到这个星球上 探索它的神秘之处 当他开始探索时 他发现这里的一切都非常虚幻 似乎这个星球只存在于他的想象之中 然而,他也发现这里背后的真相 这场虚幻之旅 让他的世界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第一章,神秘的星球 艾伦是一位年轻而富有报复的科学家 他被派遣到一个神秘的星球上 这个星球与地球十分相似 甚至还有着相同的历史和文明 这是一个充满着未知和神秘的星球 对于艾伦这样的科学家来说 这是一个非常刺激的挑战 当艾伦来到这个星球时 他发现这里的一切都非常虚幻 星球上的建筑 植物 动物和人类都像是在梦中一样 让他感到非常不可思议 他开始探索这个星球 但是每当他触摸到某些物体时 他感到自己的手指穿透了这些物体 让他感到十分惊奇和困惑 艾伦开始思考这个星球的神秘之处 他将自己困在了自己的思考中 无法走出自己的思维陷阱 第二章 背后的真相 当艾伦越来越深入探索这个虚幻的星球时 他发现了一些奇怪的现象 他发现这个星球并不存在于现实中 而是存在于人们的想象中 这个星球上的一切都是由人们的思想所创造出来的 所有的建筑 植物 动物和人类 都是由人们的想象所创造出来的 艾伦发现 他自己也是这个星球的一部分 他所看到的一切都是由他自己的思想所创造出来的 他开始认真思考自己的想法和思考方式 发现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方式 对这个虚幻的星球有着深远的影响 第三章 世界观的翻转 当艾伦意识到这个星球的真相时 他的世界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他开始思考自己所在的现实世界 他开始思考人类社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 他认识到人类社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 也可能是虚幻的 可能只是由人类共同的信念和观念所创造出来的 他开始思考人类对于真相和现实的认知 认识到现实世界可能并不是那么单纯和真实的 他对于科学和技术的发展也产生了质疑 他开始思考科学技术是否真的能够解决所有问题 是否有些问题是无法被科学所解决的 他意识到科学技术可能只是解决问题的一种方法 而不是唯一的方法 第四章 虚幻与现实的融合 当艾伦回到现实世界时 他已经完全改变了自己的世界观和思考方式 他开始探索虚幻和现实之间的关系 并且试图将这两个世界融合在一起 他开始实践它的想法 探索人类社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 将虚幻和现实融合在一起 探索出一条新的路径 他开始与其他科学家合作 共同探索这个新的领域 将虚幻的思想与现实的科学技术结合在一起 探索出新的可能性 结语 虚幻之旅让艾伦发现了思想和行为方式 对现实世界有着深远的影响 也让他认识到 现实世界并不是那么单纯和真实的 他的世界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并且探索出一条新的路径 将虚幻和现实融合在一起 探索出新的可能性 虚幻之旅告诉我们 在探索未知世界时 开放的思想和探索精神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应该不断地思考 实验 创新 不断地寻求新的可能性